据海外网4月29日报道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28日发布推特称 中国医疗供应商正加班完成来自印度的订单 近日至少有25000台致氧机订单 运送医疗物资的货机正在安排之中 中国海关将为相关手续提供便利 这条推特目前已收到超过5900次点赞 并且被转发超过1200次 许多印度网友还在评论中表达了对中国的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印度网友还特意用中文在这条推特下留言 太棒了大恩大德莫尺难忘 中国是我们的兄弟 谢谢您大使孙卫东先生 4月29日 孙卫东大使再次发推介绍了中国近期向印度提供呼吸机 治氧机等医疗设备的具体数据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今年4月以来 中国向印度提供了5000多台呼吸机 21569台致氧机 超过2148万个口罩 和约3800吨药品 印度疫情近日呈现失控的紧张态势 单日新增病例连续数天超过30万例 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尸体堆积成山 火葬场的木柴都已陷入短缺 有印媒援引政府内部的评估说 这波疫情海啸要到5月中旬才能达到峰值 届时每天将有约50万新增病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